今次我是做Nancy Nancy是一個收兵的娘娘 一個港女 有公主病的女生 她拍拖經驗很豐富 她有很多男生追求她 所以跟我之前以往的工作 都挺大的差別 可能大家認識我 都是透過外回家裡面的洪森如 洪森如是一個很靜態 很乖女 讀書很厲害的女生 但她對社交的東西是比較弱的 有一點障礙 所以這次做Nancy 其實很多東西是完全反差 基本上是相反的 我可以這樣說 你有沒有看過小喬做的 小喬之前做Nancy 你有沒有交流一下 或者參與一下 有啊 其實我Cast之前 我看了兩次 剛巧兩次都是小喬做Nancy 我就覺得她做得很有趣 很好笑 她的表情是很搞笑的 幸好在彩排的過程 她和第二個演員Winnie 她們兩個都有演Nancy 她們兩個都在 其實是會輪流演的 她們在演的期間 我會私底下偷思 參考她們的演繹 為什麼她們做出來會這麼好看 或者這麼有趣的 這麼搞笑的 我就會好像執藥一樣 在兩個人之間 拿她們兩個各自好看的東西 然後自己嘗試可不可以用那些東西來演出來 再加一些自己覺得有趣 或者自己想試的東西 就變成了我的Nancy 是我們三個人的混合體 今次是否有很多唱歌的唱歌 都有的 有兩大首solo 這兩首solo 體能上是挺大的挑戰 是的 因為真的 我是拍這個音樂 其實我飾了很多 我基本上是不用做健身 因為這裡做一場 就已經做了 等於做了一個多兩個小時的劇烈運動 因為除了 因為你要唱跳演 唱歌的時候要跳舞 你是會練到電影 那些跳舞 其實Nancy的動作都很鎮定 都很鎮定 都很鎮定 不是那些油的舞 所以要有爆發力 一定要用力 用力之間 就增了機了 所以我也要感謝Tom 除了給我這個角色之外 都令到我的身體適合了 彈哥也讚你很厲害 對自己的表現 會否滿意 我不敢說 我只可以說的是很享受 超級超級享受 這次的機會 也很感謝彈哥的讚賞 因為他都看過很多不同的戲 和監製過很多不同的作品 一定是接觸過無限數的不同的演員 有他這句鼓勵 都令到我覺得 接下來的那九場 我都要再努力一點 因為原來有人看到我的努力 這是最重要的 最近又回到加拿大 之前做了電視台出秀 還是怎樣 都是好像探望一班朋友 因為在來香港之前 我都是在電視台上做工 那時台前幕後都有做的 所以就和大家很親密 很親密 變成了回去 就好像回到梁家的感覺 因為是在那裡 第一次接觸華人圈子的娛樂圈 現在你有這麼多不同的上司 有科技 有加拿大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不用暫時 我現在 其實都是多了機會 我可能是今年是一年 很多不同變化的一年 今年的工作安排 有很多不同種類 早幾個月前 就拍了一些綜藝節目 又有得出埠去拍 去澳門拍綜藝節目 都是第一個嘗試 接觸不可能有不同的訓練 之前是未試過的 未接觸過的 今次是做音樂劇 其實接下來公司 也有其他工作安排給我 所以我也期待到時再和大家宣布 有否機會 能歸外回家 我想要看我做完這個音樂劇之後 再做下一個工作安排 再看看是怎樣 你自己的想要回去的程度 有什麼多? 你有這麼多吸引的上司 那家始終是家來的 無論如何都要回家 但我們做演員就比較被動 都是要等公司安排 所以公司安排什麼工作給我 我都是盡心去做和認真去對待 希望大家都看到我的作品 大家也要多多支持我們的青春日誌 因為我覺得很榮幸的是 這是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 是第一個 而我有份可以參演 這個是對得住15歲的蘇韻子 有傳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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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傳播 因為我和公司還有一個很長的合作時間 所以接下來也有其他工作安排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傳播 有人跟我說 你是不是來了巢了? 沒有這樣的事 暫時不可以宣佈 但稍後你們應該都會知道 例如我現在早前說有些演員也有些問題 可能也要和你開劇做一段時間 或者過冷寒 那你自己有沒有問題 或者你做這件事 我想其實我現在一向 因為我都拍了六年 在這六年期間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演員出出入入 建基於不同的原因 可能他們有別的工作安排 或者有些是要請假 他們有些私事 所以其實我現在一向都有很多不同的變動 監製有沒有和你說過 更加的歸期 大約什麼時候會加? 暫時都是等公司的通知 因為現在正在演音樂劇 接著來臺慶 都有演出要準備 所以現在的計劇 都有些事情去做 所以我相信公司都會 因應大家的工作量去做安排 冬至是否回到去吃飯 和家人吃飯 我們會約的 我們會約吃飯 但是大家做事的計劇 是難走的 這是真的 本身一起拍攝 我們現在都難走的 何況現在 例如我正在演音樂劇 馬冠東也在拍另一些劇 加樂和Riko 他們有時候有其他作品 變成了 其實是越來越難約的 但是我也覺得 這是成長的過程 不可能現在和小學的同學 都可以這麼容易約得到 大家都有自己要做的 買東西吃到公司探班 嗯? 買東西吃到公司探班 可以啊可以啊 我都想著 看看有些什麼 不健康一些的東西 可以拿回去 因為始終單藥都開始 年紀大一點 我都會想不要買太多 雖然他喜歡吃那些 口垃圾的東西 那些香口的東西 但是我都會想 一些健康一些的東西 可以拿回去給他們吃呢 有傳聞 傳聞而已 就說你真姐扭回來了 是真的嗎 其實公司一直都很疼我 所以我都一直很感激公司給我的 所有的機會 還有 每個人都教我很多東西 因為我來到 我是一個人來到香港 什麼人都沒有 是公司給了這一家人 所以這件事永遠都是一個事實 是否都想澄清這些處理 其實公司和我都保持良好關係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這些 這麼誇張的傳聞 應該是假的 和真姐扭回這件事 是假的 我只可以說 公司是疼我 還有給我很多機會 所以我都很感恩大家 很疼我 你有沒有覺得都莫名奇妙 還是傳出來的 哎 那都是大家 只有淡笑而已 這些娛樂新聞 大家都在娛樂一下 開心一下 那就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